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愛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奇葩大亂鬥 好旭哥現在來分享這遊戲 最多的禮包碼詳細的兌換教學 這個隱藏版的序號隱藏版禮包碼 這個詳細的拿法 這遊戲最強的隱藏版神裝 可以免費入手這個問號神裝 看你的運氣可以拿到最強隱藏版的神裝 還有很多福利 像是這個很好用的錘子 很好用的角色 好用的神角 AOE好用的神角 各種最爽的福利 最爽的攻略還有遊戲 旭哥實際玩給大家看 這個秒殺流 暴力秒殺流真的超爽 一錘秒一個 最爽的福利 最爽的攻略都在這一集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 禮品碼 對話碼 遊戲的虛寶學號 叫獨家最新 好 那麼進入遊戲就可以取個名字了 好 就叫旭哥 直接開局囉 那這是一個大亂鬥手遊啊 以前旭哥很常玩那個任天堂有沒有 那個明星大亂鬥那種 開局 再配對然後就戰鬥這樣 喜歡玩這種大亂鬥的呢 可以體驗一下 怒人戰 我們在 怒人 現在拿這個小鴨鴨 用小鴨鴨來攻擊 玩起來其實很像那種英雄聯盟那種玩法 就是對戰嘛 小鴨鴨 沒錘到 小鴨好像不好錘耶 他的攻速有點慢的感覺 有 錘死一個 他雖然打不到人 但是他打了滿痛的 有 錘死兩個 好爽喔 用小鴨錘死人呢 他還蠻有成就感的 蠻好笑的 蠻好笑的 丟錘死一個 去高錘死好幾個 啊 我們現在是10比2應該可以輕鬆獲勝啦 直接碾壓 虛哥好像剛開局是輕鬆了 五連殺還多少殺了 感覺幹掉很多個 我要去拿小鴨鴨啦 小鴨好用 我用這個丟人好了 沒有芒果的夏天 不玩就用到 哎呦 痛痛的 現在用盆栽好了 小鴨其實好像比較好用 喔幹掉了好幾個 好 幹掉很多個 輕鬆獲勝 爽度還蠻高的 這次 分數還不錯 好那 旭哥來分享這一系最新 最拳最多組的 裡巴馬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了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右上角的選單 選單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點畫面的右下角 有一個使用者中心 點進來在畫面的左下方 就會看到這個兌換碼 點進來這個兌換碼 這邊就可以輸入裡巴馬了 那我們輸入這個 FUNNY LOL FUNNY LOL 接下來按確認 好那接下來點畫面右上角的活動 接下來點畫面的最左下方 這邊就可以去追蹤FACEBOOK粉絲團 還有這個Discord 這邊就有各種的福利 他可以獲得這個最新的資訊 最新的各種的遊戲的福利啊 像是禮包碼 序號這些 可以在這邊獲得 FB粉專還有Discord 好就一起分享給大家 好那這個遊戲呢 有很多的福利啊 虛哥除了這個開局呢 直接玩這個秒殺流之外 很多福利一起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點這個活動 右上角活動 這邊有歡樂禮包 那這邊是像是 有鑽石啊 然後史詩寶箱 這邊可以出傳說的神裝 金幣這些福利 史詩配件這些東西 那問卷調查呢 有金幣可以拿 搜除的話可以拿到英雄奇奇 蠻可愛的 好像以前大富翁裡面的角色 然後公社啊 這邊會有一些遊戲的福利 那所有的玩具還可以拿到表情啊 還有這個隨機的神裝 這邊都可以獲得 邀請朋友的話 這邊有邀請碼 那可以輸入這個邀請碼 就可以獲得東西 這邊有邀請碼 那也可以輸入虛哥邀請碼 虛哥邀請碼是 JLL248UX5 這個JLL248UX5 然後你邀請別人的話 就可以拿到像是這些東西 裝備啊 然後一些好用的東西 還有風紀鼓掌的造型這樣 然後升級還會有額外的獎勵 然後輸入別人的這個邀請碼 也可以拿到獎勵 最多可以拿到什麼小和尚啊 這些東西 這些福利啊 寶箱裝備 好那還有像吃雞大亂鬥啊 就是一樣一直參加 對決就可以拿到很多獎勵 這很爽啊 很多福利 好那這些歡樂這個就是 有些是課金的 這個是課金的 買食送的這個是課金 好那還有一些免費福利 虛哥覺得非常棒 最強的隱藏神裝啊 可以免費入手 像是有這個雙倍經驗卡 然後這個武敵啊 他有生命的BUFF 3350 然後攻擊1000 然後體力100 很好用的這個角色 好用的神角 然後技能是武力全開 還有翻滾 武力全開是一個算是範圍的技能組 2.6公尺內跳舞 這個範圍的AOE 持續6秒 然後翻滾 可以免疫傷害還有控制 還不錯 好用的神角可以拿 接下來有這個神裝 此事的配件 第4天的話可以拿到這個金幣 第5天 英雄的經驗值 第6天這個還不錯啊 馬系飛行船 飛行船這個是造型的 充氣鎚 鎚子 鎚子很好用啊 旭哥用這個鎚子秒殺好多人 最後還有這個神裝 傳說級的神裝 隨機傳說配件 第7天可以拿到 隨機傳說神裝 最強隱藏神裝免費拿 這個是問號的 所以是隨機看你的手氣啊 這邊可以拿到超強神裝 就看你的運氣了 第7天簽到 記得要來簽到一下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新手任務 新手任務的福利也都給的蠻好的 像是一些史詩配件啊 英雄經驗啊 金幣啊 然後一些金糧的配件這樣 這邊都很多東西 還有新手任務 會拿到這個角色 馬男 馬男呢是有這個補血的技能 還有翻滾 金幣 所以很多好用的角色啊 然後再加上神裝 然後其他像是禮包馬 福利啊 這些旭哥都有分享給大家了 好那這個 最完美開局福利就在這邊啊 最強的隱藏神裝 最多的禮包馬 還有一些禮包馬 詳細的拿法都分享給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各有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 禮品馬 對話買遊戲 虛寶就好 獨家最新都在頻道 我們下一集攻略見